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组信息似乎无法推导出有价值的结论 再想想 大多数河豚中毒的人 都会在三十分钟之内毒发 但也有少数人的中毒潜伏期很长 酒星巧克力中检测到的河豚毒素纯度并不高 剂量也不是很大 这可能导致沈西中毒前夫妻延长 在酒会结束前没表现出异常 还记得之前衍威提到的遇害时间吗 十二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 除了潜伏期这一点 化验报告中还提到 并非所有的巧克力都有毒 全部的十二块巧克力中除去沈西吃掉的两块 剩余的十块中只有七块是有毒的 没错 而且警方在剩余的七块有毒巧克力上 发现了真恐 这么看来 本案目前至少有两个疑点 你觉得呢 如果沈西与旁人分享这盒巧克力 而自己吃到的恰好是无毒的那几块 那凶手的计划就破产了 就算凶手丧心病狂 不在意别人的生死 他总要保证能除掉自己的目标吧 所以 巧克力没有全部下毒 是第一个疑点 此外 凶手用注射器下毒 也是一个疑点 但凶手是怎么知道 陆景和会送沈西巧克力的呢 既然不是针对巧克力 那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随身携带注射器呢 一种可能是 凶手本身患有疾病 有自行注射药物的需求 还有一种可能 凶手原本的行凶计划中 就会用到注射器 当凶手看到陆景和赠送的巧克力时 他临时改变了计划 嫁祸陆景和 过奖了 这算是我的职业病吧 对于人的行为 总是会有很多联想 但无论怎么推演 凶手肯定都是能接触到巧克力的人 莫医生 江明月可以接受询问了 江女士 请这边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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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说是秘书 但更像是生活助理 后来 他们陆续离职 沈总也没再招新人 那两位秘书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 都是主动离职吗 这个 他们中一个是合同到期 沈总没再续约 一个是因为手脚不干净 被动离职的 不要紧 就是皮肤过敏 涂点药就好了 我 我是巧克力过敏 昨晚 一个断着巧克力塔的服务生撞到了我 不然也不会这样 是不常见 我吃巧克力 或者皮肤蹭上巧克力 就会起红疹 小时候第一次遇上 因为吃得多 还造成了呼吸困难 挺危险的 所以 我平时都会避免接触巧克力 也还好 沈总生活上的事 这几年也不太让病人帮忙了 我主要还是处理公务 而且 沈总的薪水开得很高 假期也基本是不加班的 平时就算稍微忙一些 我也能接受 她知道 但我对巧克力的气味不过敏 隔着包装盒 还是挺安全的 其实大多数时候 沈总是个挺体贴的人 大多数时候 也就是说 沈总也会对你发脾气 我们在一起工作五年了 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哪个上班族没见过老板发火呢 仅仅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吗 她连你对巧克力过敏都知道 你们在生活中的接触也挺多的吧 没 没有 我和沈总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矛盾 我知道因为保管巧克力 你们会怀疑我 但真的不是我 哦 如果是工作关系的话 那你的另一项安排就说不通了 还算顺利 就是我们也没想到 陆总真的会来 我们确实邀请了陆总 但律师你应该知道吧 我们公司之前有合音的并购案没谈成 这次的时装周 我们又抢了合音服饰的风头拿了金奖 所以 沈总这次的邀请 多少是有示威的意思的 所以我们都以为陆总不会来的 没有 只是沈总在答谢致辞的结尾 单独感谢了陆总赏光 还有就是 有人来敬酒的时候提到了陆总 沈总还特意拆了巧克力吃了一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沈总不可能这么做 虽然沈总利用收购案 抬高了公司的估值 但他绝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 他吃巧克力 也只是想向合作伙伴证明 自己与合音的关系并没有恶化 巧克力确实是商务酒会中常见的伴手礼 也不一定就有暧昧的成分 是的 通常来说 拆旅途中 秘书与老板会住得比较近 方便有工作上的事沟通 为什么昨天沈总住在十八楼 你却住在十七楼的1713房间 石庄州酒店的客房订满了 所以我就给自己订了十七楼的标件 是吗 可十七楼的套房1718和他隔壁的1717房间 昨晚都是空着的 你以为沈西订房间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十七楼 难道十八楼这间屋子很特殊吗 十七楼和十八楼的房间价格是一样的 沈西的身家也放在那里 你可别用十八楼有折扣当借口 我订的时候真的没空房 可能是后来有人退房了吧 也对 你说的有道理 大概是七点一刻左右吧 确定 确定 因为七点二十还有邀请石庄州主办方致辞的流程 所以我一直看着时间 沈总 马上就是主办方致辞了 您 知道了 你去看看张主席在哪儿 提醒他一下 陆景和做生意的手腕一般般 挑巧克力的眼光倒是不错 沈总喜欢就好 巧克力你留着慢慢吃 今天我就先失陪了 多谢陆总 您要走想必是有要事 我就不夺留了 好 明月 替我送陆总 张主席那边 我自己去请 陆总 我们沈总今晚事多 您别介意 我送您 这边 好 谢谢 父母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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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个小意外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你没事吧 你端的是什么 不会是 是巧克力酱 糟了 小姐 你不要紧吧 需要我送你回房间吗 我自己回去吧 酒店如果有治疗 皮肤过敏药膏 麻烦给我送到 1713房间 那你收拾好之后 返回宴会厅 是几点 我是快八点的时候 回来的 服务员送来药膏后 还把我的衣服 拿去干洗了 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查记录 我陪沈总 一起送走客人 把沈总的房卡还给他 之后就回自己的房间 休息了 我们是在 17楼电梯分手的 那时候 大概是九点左右 是我最后一次 见到沈总 沈夕的房卡 一直有你保管 是的 沈总出席晚宴 并不会随身拿着包 他的房卡和手机 都在我包里 但我换好衣服后 一直在会场 没再离开过沈总 我想想 我仔细回忆过了 没有别人了 只有沈总和我 当然 陆总是否拆过包装 又重新包好 我就不知道了 是我 海外的面料商 突然有急事找沈总 大概是在 早上七点四十的时候 我接了电话 上楼找他 发现他的手机 和房间电话 都打不通 敲门也没人影 所以你就找 酒店服务员 开了门 发现了已经 遇害的沈夕 就是这样 我都回去了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 沈总家里还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 要处理 不可以 江女士 您目前也是 本案的重要嫌疑人 需要和我们回警局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抱歉 如果不妨碍公务的话 能否在我们完成 对现场的调查之后 再送江女士离开 莫医生 您刚刚没问完吗 是还有些问题想问 但我看江女士 已经很累了 想让她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 趁着这个时间 可以 所以跟我来吧 江女士 请留在这个房间中 不要随意走动 刚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